双目失明的老人用手摸缩着17寸的大彩电 他要买一台电视机 因为春节快到了 他担心城里打工回来的儿子太无聊 盲人背上沉重的电视机 走上十几里路才能到家 这是位于陕北榆林的农村 眼前这些用木棍相互牵连的盲人是一对说书艺人 他们受邀前往邻村演出 虽然各个眼睛看不见 但是他们都有着自己的绝活 吹拉弹唱配上精彩的戏词 这场农村土炕上的慧眼 是村民们少有的精神食粮 村民们听得津津有味 但卖力的表演 并不意味着回报也是丰厚的 原本说好的400块演出费 会计以文化宣传为由直接拦腰砍办 这个报酬让说书队非常泄气 会计所信不再多说 扔下200块转身离开 狭小的土房子里安静下来 但几位老人都不甘心 在土康上做到天亮 奈何会计老婆是个狠角色 说书队也只能吃了这个哑巴亏 李守旺是说书队队长 其实并非先天眼盲 四岁时换了眼疾 没有经过有效的医治 让他的世界至此失去了光明 62年19岁的李守旺 学得了一门说书的手艺 算是有了糊口的本领 40多岁时 李守旺才讨了个老婆 老婆也是个苦命人 上天关上一扇门 又给他打开一扇窗 老婆给他生了一儿一女 儿子还算正常 女儿却遗传了母亲的精神疾病 这下开着的窗户也关上了 妻子去世 女儿嫁到了西安 儿子在广州打工 创业失败欠下几万外债 一把年纪的李守旺 身子已经半截埋进土里 还要赚钱搭这儿子 盲人独自生活非常不易 生活起居 全靠自己打理 摸索着上山砍柴 再摸索着将柴捆在一起 背起一大捆柴 又亮亮呛呛摸索着回去 生活煮饭 和面擀面 下锅煮熟 一碗面疙瘩 一个人 李守旺就这样对付着生活 想加一些猪油添点肉味 李守旺都要在碗里戳上半天 其实眼睛看不见 李守旺也是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用刷子一遍又一遍 清理着睡觉的土炕 希望儿子过年回来 能尽量有个干净的落脚处 儿子打来电话 被债主催债急缺钱 李守旺拉下老脸 上妹夫家借钱 妹夫把家里无保领的两千块 都给了李守旺 接过钱 李守旺深深叹了一口气 眼下还有三千块缺口 李守旺想着能否让妹妹去邻居家带一些 三千块 一分五的利息 还要打条子 第二天一早 李守旺就上信用社给儿子把钱汇了过去 能帮上儿子 劳里很开心 盲人说书队经常需要在各个村子间来回奔波 眼下说书队遇到了一个难题 他们不知道眼前的河有多深 他们把石头丢在河里试探 摸索着把石头一块块铺在河里 然后由一人带头领着后面的人过河 大家可以尝试把眼睛闭上 想象着过河的场景 过了河 说书队的脚步跨了起来 到达目的地 人还没到 老李掏出一个塑料袋 从里面抽出一叠照片 眼睛看不见 他只能用手来感受 通过这样的方式 来缓解自己对孩子们的思念 盲人说书队成员都会互相帮助 春雨过后 说书队集体帮队员张广春家里拔杂草 队员们商量着 马上要过年了 就不用再出太远了 李守旺接到了女儿电话 女儿生病没钱打顶滴 李守旺连忙赶回家 老李有些心疼钱 让女儿先吃点消炎药 陈末许久 老李还是带着女儿到村里诊所打点地 跟医生说好 先设账 后面再结 老李数了一把零票子递给女儿 说书队的工资发下来了 李守旺分到了500块 今年的说书工作结束了 说书队每年需要经历两个多月的说书生活 经过接近300个村庄 徒步超1500公里 工作结束后 忙人艺人们便会回到自己家里 准备过年 李守旺赶了个早级 准备置办些年货 一幅画 一对对联 一个窗帘 一个灯笼 随后来到一家家电超市 他想买台新电视 最后的500块 他花了420块买下17寸的王牌彩电 独自背着电视 走上十几里路回家 将老旧的家具擦得干干净净净 糊了窗纸 换了窗帘 扫了院子 但儿子的一通电话 让李守旺心情跌落到谷底 儿子今年过年又不回来了 最终 老李只能孤独地看着新买的彩电 听着电视里传来主持人 和家团圆的新年祝福 这部2014年的纪录片 讲述了正在消失的盲人说书队 他们是被时代抛弃的人 是被命运捉弄的人 但却自强不息 在黑暗的人生道路上 边走边唱 他们是少数的群体 映射的却是千千万万 在底层坚韧不拔 挣扎奋斗的人们